凯丰乐团 萨克斯风带来精彩的开场演出 画面现场是安乐区公所 攜手企业界与社会团体等善心人士 在北都饭店举办春节爱心联欢餐会 邀请低收入户共居一堂 市长谢国良与议长同姿委 还有安乐区多位市议员与里长 以及市府社会处长杨玉鑫 与民政处长张渊祥都到场参加 市长谢国良上台一一颁发感谢状 感恩慈云寺等社会团体 与企业界等善心人士出钱出力 在岁末时刻一起来关怀弱势民众 现在要颁发的是国家精彩福德公 国良在选举的时候走访基隆各个角落 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基隆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们 还需要我们来更加的关心 来我们更加来付出对他们的一个关怀 所以包括杨玉鑫处长在内 处长前一阵子也在寒冷之中 去关怀很多游民的问题 那我们希望就是让大家可以市民朋友感受到 我们真心的想要关心跟关怀大家 了解到我们这个城市在未来 所要面临的各种关怀上的问题 然后一样一样的能够落实去解决 这个是小爱爸爸 我都拜托大家不要叫我市长 叫我小爱爸爸 叫我小爱爸爸比较亲切 请大家继续鞭策国良 叫我小爱爸爸好不好 谢谢 真的叫小爱爸爸比较亲切 那我很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服务市民朋友 那我也努力尽心尽力做好我的工作 做不对的地方请尽管鞭策 这个议会一定会好好的鞭策我 但是各界都要好好的给国良一些提醒跟提点 我们一定有一些做不够做不好的 但是只要我们理解到 我们还要哪里加脚 我们马上改进马上改善 这个是我未来希望能够为大家服务的一个心态跟想法 再次谢谢我们所有的爱心人士 尤其这边有包括中区福人社 House哥在内 还有我们张主席在内的非常多的善心好朋友 谢谢你们也谢谢大家 谢谢 我想这个小爱爸爸在这一块一定是会非常的着力 那我想未来基隆市政府一定会特别重视我们 不管是中低收入户等等 还是需要帮忙的家庭 未来我们跟市政府一起来努力 我想市议会也都非常重视这一块 那希望大家期许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然后希望基隆可以更平安更好 社会处表示市府与七区区公所 陆续于各区举办春节爱心联欢活动 市府发放每户春节慰问金4500元 并特别加发每户各界捐赠的慰问金1200元 及百米15斤 市长谢国良也再次感谢各领域的善心人士的付出与奉献 参会现场充满了温馨团聚的过年气氛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道